大魔王Delta病毒侵入社区 民众相当恐慌 而染疫的北市装修工和板桥埃及爸爸 恐怕是两条不同的传播链 什么隐形的传播链 那当然都有可能 那也是我们一直要做这疫调去厘清的 探个时间周埃及爸爸 8月4号入境隔离到19号 直到25号七二发病才被发现染疫 而9号才确诊的装修工 是在埃及爸爸隔离期间 连续三天到社区装潢 双方完全错开 只是装修工曾在9月8号短暂重返社区 难道短短几分钟就染疫吗 城市中却还在状况外 事实上早在9月初装修工人跟太太就已经发病 太太CT值只有13 病毒量高恐怕是近期才染疫 他们基本上来讲 所以可见这个传染链基本上就有很多条了 社区里的DeltaE追吓死人 多条传染链根本都不拢 10号新北深科又新增一例 到医院赵卫进意外筛检阳性确诊 矿列13人感染源同样不明 深科案板桥隔着台北市相望 却接连出现确诊个案 社区潜在病毒似乎酝酿多点连环爆发 记得杨忠胜蔡雨山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